City Plus 命令风水 旺起来 各位City Plus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江炎毅 世约风水老师 很多人都叫我江师傅 那在这里呢 我会为大家讲解 2018年雪儿生肖的运程 属狗 经营到属狗啦 狗年的狗呢 当然是我们讲说犯太岁啦 犯太岁一般上会怎么样呢 钱会花很多啦 然后呢 有很多小人啦 也有很多官非 今年的在这些文件方面啊 公司的文件方面要特别的小心注意 那与人的关系呢 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距离 那今年的这种运程是怎么发生一种不好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狗年 狗本身是土的 那今年的这种土的年份来说呢 当土的力量过大的时候 生命就不能发展咯 所以其实是我们只要自己 把自己的一种自我的想法态度放低的话呢 其实今年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 在人际关系方面呢 我们的爱情可能会出现一些考验 健康方面呢 会有肾脏以及脾胃的问题 稍微注意一下 而在投资方面 千万要小心的发展 假如无可避免的话 要以 我们可以负担的风险 为基础 来进行我们的投资 在工作上 财运上 我们只要保持平稳的话 也是另外一种收获 City Plus 命令与风水 望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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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